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 今年商台的戚冊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再次在岸平市集舉行記者會 跟上一次一樣 上次大家忘記那次季後風 弄到山上只有七八度 粉絲凍到死 據知今次MIRROR大部份成員都會現身記者會 在7月演唱會事故以來首次齊人出席活動 而上年記者會一樣有MIRROR撐場 所以一種粉絲活動前 通宵到山上霸位 剛好雨嵌天氣罩降 又橫風橫雨 令現場責任的粉絲非常狼狽 其實都很擔心這些粉絲人身安全 因為上次真的很冷 而岸平這個位置又高 地勢又空曠 真的很辛苦 今年記者會前夕繼續有鏡粉 亦都通宵霸位 大約昨晚已經有100人聚集 甚至有人在活動兩天前已經上山 吸取去年的經驗 每個粉絲都做好準備 有粉絲在東沖訂了酒店房 幾個粉絲輪流下山休息 梳洗 現場有水 乾糧被粉絲拿來用 部分餐廳亦特意會開晚一點 讓粉絲晚一點都有飯 昨天晚上昂平氣溫介乎在18至20度 而且沒有下雨 相信粉絲還能頂 如果換轉是上個星期 氣溫遭降就應該會涼一點 這兩天都暖了 而MIRROR的成員姜濤 亦都在IG發了一些限時動態給粉絲 呼籲他們要照顧好自己 還說不舒服不要死撐 雖然每個粉絲都看到深深眼的 看到這些 姜濤關心我們 不過我相信就算真的不舒服 他們都一定會死撐 我都很期待他們12個再出席活動 再見到他們12個精精神神的樣子 雖然我就不會上山那麼恐怖 但都很期待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提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